中美洲继巴拿马六国中华总会 华侨总会联合总会首长 共同组团返国拜会 委员长陈世奎亲自接见 飞越半个地球老朋友再相见 大家都相当开心热烈握手之意 我每一次到中美洲的时候 到我们六国的时候 都受到大家非常热烈的欢迎跟招呼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 我想中美洲六国 是我们在中华民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邦交地区 当然除了我们哥斯大里加地区以外 其他都是有邦交国家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总统去贫问的机会比较多 我们也知道在这些国家里面 我们外交的处境 其实也是蛮艰难的 而且也很多的压力跟存在 那各位在桥舍更远 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那么这些我们都能够了解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大家 对于长年来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 这趟特别邀集六国侨领一起回台 正好是中美洲级巴拿马六国中华总会 以及华侨总会联合总会成立50周年 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 因此这次成员中 中美洲六国的重要侨领全都出席参与 受到邀请成员们都非常感动与感谢 乔委会多年来的支持 这次陈委员长花了很多的心血 他答应我们五十周纪念 因为中美洲六国总会不容易 有五十年的历史 对我讲起来是台湾有希望 因为台湾究竟是个民主国家 而其他没有办法给台湾成为民主 大家彼此交流 团员们也将借着这次反国的机会 拜会总统及走访台湾各处景点 最后委员长致赠纪念礼 由张慈修代表接受 见证政府与侨团间良好情谊 也增进中美洲侨团的爱国相信力 台湾红官电视陈宁文中金刚台北采访报等